众所周知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两样东西 就是胖子的胸和瘦子的腹肌 但这依然没有减弱我们对腹肌的热情 毕竟八块腹肌的诱惑 又有谁能够抵挡得住呢 但腹肌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不是随便可以每天五分钟三十天速成的 这期视频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腹肌教学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书 这里是瘦子珍重的百科全书 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腹肌应该就是这八块 像巧克力一样突出来的腹肌肌 但实际上腹肌肌只是整个腹肌肌群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的腹肌肌群由腹肌肌 腹外斜肌 腹内斜肌和腹痕肌四组肌肉构成 非常的复杂 腹肌肌群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呢 其实腹肌的功能并不是让你去撩妹用的 这是我们近代文明才开发出来的功能 腹肌肌群真正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腹腔 你看我们的胸腔有大片的肋骨保护里面的器官 但是我们的腹腔完全没有肋骨 那里面的器官岂不是很危险 所以整个腹肌系统就像是一张网一样 错终复杂地交织在我们的腹腔表层 只要把这些肌肉用力收紧 腹腔的稳定能力就会直线上升 小圈圈锤都锤不进去 这也是我在每个动作教学中都会强调的收紧核心 当然我说了这么多 我知道你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你们就还是想用腹肌去撩妹 也没有问题了 想要练出好看的腹肌 我们就要把最表层的腹直肌和腹外斜肌给练起来 我们来分别看看怎么练 首先是腹直肌 腹直肌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一长条连在肋骨和骨盆之间的肌肉 只要把它卷起来就能够练到了 这个动作就叫卷腹 无论你是这样卷 还是这样卷 还是这样卷 本质上效果都是一样的 我们找一个看起来帅的动作练就好 要特别注意的是 卷腹不是仰卧起坐 如果你做我们初中体育课做的那种仰卧起坐 腰会离开地面的那种 那么你主要练的就不是腹肌 而是恰腰肌 甚至还有大腿骨直肌等宽曲肌群 腰部可能还会很酸 这个动画会更直观一点 腹直肌的功能可以让身体卷起来 腰部是没有离开地面的 而恰腰肌等宽曲肌群 才能让整个上半身全部立起来 这就是我们练习卷腹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腰部要紧贴地面 不要抬起来 你才能够真正的练到腹肌 但是腹肌并不是练到了就能够出好效果的 想要腹肌看起来明显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这两点 第一 负重训练 这点其实很多人会忽略 腹肌和其他肌肉一样 也是需要增加强度 负荷渐进 才能够增长变大练出好效果的 大部分人的练法都是不断地增加卷腹的次数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负重 给卷腹加油大重量 可以压你的腹肌更快变厚 我们找一个龙门架 把绳索调到高位 在绳索前一米的地方放一个垫子 跪在上面 绳索用力夹在脖子两侧不要移动 然后胸腔往前卷取 收缩腹肌 做一个向下的卷腹动作 要特别注意 不要做向下的仰卧起坐 如果你的腹腔没有卷取 只是宽步往下压 这就练不到腹直肌了 这个动作我们要用大重量 选一个一口气坐十次左右就历节的重量 效果就很好 坐三到四组 每组十次 完成之后可以再来几组高次数的徒手卷腹 效果会很好 好 我们来一拜高堂 二拜天地 夫妻对拜 第二点 体质要低 这个其实老生长堂了 腹肌练得再大 如果上面覆盖着一层脂肪那也是看不见的 很多瘦子天生就有腹肌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练过 只不过体质低 水就能够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要珍重 要热量盈余 体质率就很可能随着体重一起往上升 腹肌就会被盖住了 所以增肌器练不出腹肌 是很正常的现象 并不是你练得不够努力 这里想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你还很瘦 要增肌变壮 那就先不要纠结腹肌能不能看到 把精力集中在大肌群训练 等全身整体练壮了 在集中精力把脂肪给减掉 腹肌自然就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腹外斜肌 腹外斜肌长在腹腔的两侧 主要作用是让脊柱侧弯和侧弦 我们只需要在卷腹中 加入旋转的动作就可以练到了 例如卷腹的时候 用右手肘碰左膝盖 这个过程就有一个旋转 腹外斜肌的刺激就会增加 例如俄罗斯转体就是一个旋转的动作 例如侧卷腹就是一个侧弯的动作 这些动作都可以练到腹外斜肌 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 和腹肌肌一样 腹外斜肌也需要体质足够低 才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对于腹外斜肌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尽量不要做负重训练 不要把腹外斜肌练得太大 这个是个整体比例的问题 如果腹外斜肌太大了 腰位就会明显变粗 其实整体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我的个人审美还是觉得 大胸围细腰围的倒三角身材 会更好看一些 所以腹外斜肌的训练 以小重量高次数的训练为主就好 以上就是关于腹肌 怎么练得更好看的方法 当然我知道 很多老铁并不想用腹肌去撩妹 毕竟健身久了 谁还喜欢女人呢 哎呀恶心死了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腹肌好不好用 这个好用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好用 真的不是 那个主要是囤大肌的功能 我们以后再讲 我们这里说的好用是指 让核心变得更稳定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特别是重量大一点的复合动作 很多人身体会晃动不稳 练完腰部还会很酸 这个很大程度就是你的核心肌群太薄弱了 还有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搬东西的时候 搬着搬着突然卡一声 你的腰椎肩盘就突出了 这也是核心肌群太薄弱 没有能够保护好腰椎的表现 而我们的腹肌肌训练强一些 这些问题就都不会出现 这里主要是以深层的腹痕肌 和腹内斜肌主导的稳定功能 当然表层的腹外斜肌和腹直肌 甚至周边的竖脊肌 腰方肌 多裂肌 甚至臀部肌群都会参与进来 共同构成一个稳固的核心 怎么练 跟胸肩背腿这种表层肌群不同 和新生成肌群的作用是稳定 那我们就要用稳定的方法来练它 让你的室友用小圈圈捶你的腹肌 你的腹肌就会下 让你的室友用小圈圈捶你的腹肌 你的腹肌就会下一次收紧 主动用力保持这个状态 就是训练核心肌群的方法 对新手最简单的 就是在平板支撑的动作中 用力收紧核心肌群 每组坚持一分钟以上 两三组下来 整个核心区域都会有明显的酸痛感 进阶的动作是农副行走 拿两个你拿得动最重的哑铃 绕了健身房走一圈 走动过程中全程收紧核心 你的核心肌群和你的握力 都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结合在日常的训练动作中 深蹲的时候用力收紧核心 硬拉的时候用力收紧核心 握推的时候也用力收紧核心 你会发现这些动作都稳了很多 好的 我相信腹肌的训练分析 已经足够全面了 这里给大家一份腹肌训练的安排 在正式训练的前后结合搭配就行 不需要单独专门练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收藏一下 我还是想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健身一定要有全局观 在你全身都很瘦的情况下 没有人会觉得你的腹肌是性感的 哪怕你练出20块腹肌 都还是个瘦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 把大肌群先练起来 练个两三年 你应该也能够正确地 看待腹肌了 如果大家觉得有学到东西 可以帮我三连转发一下 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